你好,请问和自恋者人格相处久度会变成边缘人格吗? 你如果要是从小就跟他在一块,那是很容易形成边缘性人格战,就比如说你的自恋的父母,然后他从小养育你,那种是有可能的,因为那种的创伤是在就口语期就开始了,0到1岁都是口语期,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形成创伤了,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形成边缘性人格战, 但如果你说我现在只是和他交往成为朋友,就是伴侣关系的话,那个不会让你形成边缘性人格障碍的,不会的,但是他会给你造成,就是你的原始的一些创伤会扩大,然后造成你会处于一个比较自卑的一个位置,然后也可能是你的自恋维度也比较高,因为自恋和自卑的维度是在一个纵轴上, 就是你高一点就是自恋,然后低一点就是自卑,是这么一个纵轴上的,所以这样的话呢,就会造成你的原始创伤被扩大,并不会形成边缘人格,你不用担心,然后这种创伤的话,你只需要通过内在小孩的疗愈, 重新缘排潜意识,你就可以恢复,恢复到一个就比较,比较居中的一个状态,我们中国讲中庸之岛,就是居中的一个位置, 那这样的话你既不自卑,也不是很自恋,这样的话你就恢复了,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, 因为疗愈的话是一边是重新养育你自己,就是这本书里也有讲到,你要重新自我养育, 这本书里比较好的是,它有讲说,从自我以母亲的方式养育,和自我以父亲的方式养育自己, 其实就是一个阴阳平衡嘛,就我这天也讲过,然后你养育完了以后, 你能够和自己的内在小孩随时沟通,当别人又一次触发你创伤的时候, 作者叫情绪闪会,那这个时候,我有讲过视频里面嘛, 也是说就是当自恋者触发了你这个创伤,引起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, 他要刺激你,或者负面供给的时候,其实就是在刺激你的创伤点, 然后你要先跟自己的内在小孩沟通,安抚好了之后, 再理性的去和自恋者沟通,就是这么一个过程, 所以你不会变成变为人格障碍的,相反你还可以, 疗愈好自己以后,你可以重新掌握你的人生, 所以不用担心哈。